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超级联赛的第17轮的一个比赛 观众方式天文竞技,紫星城 最练方式全美与愿好,生日快乐 今天紫星城选择上了摩天宫 他又把这法器赚到摩天宫了 大堂摩天宫的女儿国标开了一把风阵 那对面选择上的是一个五宝林女儿盘斯武装 化身在家,走势不够 雷阵也是大克的观众方风阵10% 雷阵也是经过一系列的修改 五个位置,七个加成 可以说是最全面的一个阵法 有速度位,有护伤位,有双抗位,有护伤位,有发伤位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雷阵的加持 虽然速度位加的有点少,5% 但聊胜于5嘛 你不能加这么多速度再给上你10% 那雷阵无敌了呀 你要知道雷阵是唯一一个给宝宝加伤害的阵法 唯一一个给宝宝加伤害的阵法 人物加成这么多,宝宝又加伤害 那我说句实话,如果把那速度位从5%变成10% 我感觉雷阵哪怕被大克都无所谓的 就哪怕被大克都无所谓 加成这么多,大克都值 五宝林的雷阵呢 就是在五行法术方面的输出就会比较的爆炸 当然这个顾伤不会加紧箍咒的一个伤害 那样就太bug了 紫禁神,这一个星期 从上个星期二大概完了到现在 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 紫禁神分别玩过神不灵魔王摩天空 七天时间三个发戏 因为之前咱就说过 大概完了以后 他们一定会尝试着不同的玩法和阵容 尝试着看能不能去用一些不一样的套路 打出一些不一样的效果 优雅如斯继续打蓝 小李,长刀 毒一毒,回回血 踩干将 天神护蹄 这就类似于牛进啊 什么的啊 差不多一个意思 牛进啊 龙扇鱼也秘瑞啊 这就是摩天公的 加法商的技能 天神护蹄 这玩意儿容易被驱散掉 容易被驱散掉 咱们看看摩天公哪个输出吧 毕竟被大克 这边的话有了两把的漫天了 秦坤没套中 本来轻驶经过一个修改啊 没有以前那么强势了 所以国标在面对五宝灵的时候 也没有以前那么强势 以前大头出不清是谁啊 或者是对吧 哎 鸣雷绝 天公的 化身大招 在回合结束以后 会给对面血量最低的单位 来一个等级乘以8的一个伤害啊 175是1400的血量 会打这么一个雷 去给到对面血量最低的单位 这个技能的话 在单挑里边用的比较多 五为五 你看明雷绝 哎 1400 你怎么多40滴血 你告诉我 为什么 别说你多40滴 这个 单挑里边用的比较多 五为五的话用的比较少 再加上本身摩天公 咱也不多见啊 咱也不多见 所以说 基本见不着这个技能 持续五个回合 持续五个回合 回合结束以后 会劈下这么一个雷 小死亡 用来手势确实不错 这一波关掉光去点杀 对面武装罐 2800 2800 最后一下 好像差点意思啊 雷霆万军 没有用风雷运动 选择了雷霆万军 他是有愤怒的啊 脚底下踩着塔呢 有愤怒 合计 又打了800 后边还有一个1400的明雷绝啊 看看能不能把武装罐 皮色 明雷绝 1400 差一溜溜 他如果用风雷运动 对面武装死了 如果用风雷运动 对面武装嘎掉了 毕竟单秒技能嘛 伤害会稍微高一些 摇个铃铛 给孩子 姐妹同心 继续抽篮 给到观察方的地图 摇个铃铛 再摇 活上 没切进去 没切进去 哎 这秒不动呀 你这顶着罗汉啊 顶着罗汉 这秒的个数少 咱就不说了啊 这数据好像也不是太理想 之前转魔王的很多福气 已经转回神木林了 比如说 震猫阁 山哥的 法系 之前不是神木林 转到魔王了吗 玩了一个星期以后 又从魔王转回神木林了 经过这几天 仔细琢磨 认真观看 发现这魔王呀 只能四个字来形容 这啥也不是 这也是为什么 紫禁城把自己的法系 也从那个魔王又转到了 魔天宫的一个原因 就是实战 理论上 他们觉得 因为之前也是听过他们在讨论啊 我也是 听过他们讨论啊 他们理论上觉得 魔王确实现在比较强势 但这一个星期打下来 发现 不行 这理论跟实际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换句话说 可能不是魔王不行 只是魔王 他还是不如神木林吧 魔王不如神木林 前面同性 再抽地图的蓝 针对地图 此则再防一下地定 其实紫禁城最大的优势 就是地听嘛 曲腐为什么现在这么强势啊 不光是他打法的问题 更主要是他地听的使用啊 所以紫禁城这边完全可以用地听 去不断的尝试压制对面啊 摩提弓野家战敌 看看这个地听 威力怎么样 去针对一下对面 女儿村 关照万象 攻的还是法的 攻的 4500 好像够用 够用啊 够用 力皮 贴不住了吧 没贴住 26163 哎呦 这个好像 打得不太疼 终于是把对面女儿村拿下 关照光也是顺利的打开了这么一个局面啊 手里有灵源 应该是一个一点灵源没用过啊 又是144 这名类绝啊 无魂扔过去 无魂扔过去 进了给大藤对面也要反压一手了 罗汉该起来地图可以顺利延长 对面没女儿村了 这延长也没人管了 关照光继续补地厅 火法无边加上 延长 3.0元的延长 罚汉盒的消耗 那现在啊 就是紫禁城最大的机会 长时间的五打四 也会给对面不小的压力 地厅换一换 再控咒时 砸钱 烟雨 把这地厅清掉 还有一个二号位 九盘清联 防攻地厅 赌一赌 不着急 先清清宝宝 功力厅 先清宝宝 可能进 哎呀 这还好像清不太掉啊 这哎 清了 但是苗 苗宝宝还凑啊 苗人实在是 瞄不动啊 我估计这魔天空啊 还得转回什么力 最终呢 大概就改了个寂寞啊 改来改去 还是以前那一套了 对面 哎呦 对面要直接逆境了 两个 困难方 继续补地厅 再卡一个 四个封印够了 再招一个地厅 再招三个地厅 对面 逆境成功 女儿提前拉起来 困难方 这地厅就不好冲了 四个地厅 哎 难道紫禁城是跟之前 曲虎的比赛里 误导了一些什么吗 这地厅啊 感觉是跟曲虎的比赛里 误导了一些东西啊 观众万象 先把二号位清掉 超快速的地厅 就是来防地厅的啊 但是地厅 伤害 些微有点低了吧 你不会 打不死地厅吧 哎 哎呦 本来说 刚刚好啊 好歹能打死个地厅 这但凡手法 连一下都打不死了 啊 这地厅 呃 伤害怎么这么低啊 正常的高速地厅 怎么着 起步也能打个一千左右啊 就地厅打地厅 打个一千左右 打人打不动 很正常啊 但地厅打地厅 应该能打个一千左右 这个才打五百 咒之谱 又打死了四号位 观照万象 压咒之 这个地厅输出太够了 别把盘司也给送走了吧 四千 法连 周时不多 倒地 不过呢 观照方地府 他们延长了 刚才三点里面延长都扔了 对面逆境成功了 苍蝇盘被拍走 观照万象 现在就怕盘司被带走 盘司如果被封杀 那节奏就差太多了 差一丢丢 分类咒 呜呜呜出甲 洛言也没打到盘司 可以啊 这盘司没 这水弓给打到了 最终盘司也被封杀 好尴尬啊 哎呦 最后一下水弓给打到了 这一下节奏就不舒服了 武魂舔过来 人拉盘司化身去活血 鬼眼打上 混杂狂继续鼓地厅 再换地厅 刚才说过 紫金生的大优势 就是人家的地厅 就这么出呗 像局部那样 框框的给他拿地厅 把他轰下来 你国标打五宝林 一旦开始冲刺 那你就是开弓 没有回复剑 你一旦再缓下来 那进入完全进入五宝林的节奏了 所以说只能这么继续冲 一网无浅的虫 解开盘司 这是要上幻境术了 直接起了幻境术 观察皇五只地厅 立起来 上举剑 先把高速高连劈掉 站立在家 观察皇虽然起了风 但是大堂的速度 还是没有这个高速高连 这么那么的快 观察万象 直接压化真实 反弹 再弹 上帝一千 自损八百 好 怎样这个 但没有 这个为什么不跟 你在杀化身四 多少认真一些吗 没杀掉 那只能再来 幻境术也结束了 对面化身四 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只能是继续冲刺 给自己舍上一口 小死亡 换人点了 去点对面武装冠 大堂野家阵力 拿地银牙 四千 差不多 一万 直接劈死武装冠 要劈死了 红汉 轻衣三叠 在友谊 这门天空有什么用 那不如神木灵 这门天空 大死亡还派中了 拼停封特技 打针给地府 姐妹重新再抽地府的篮 残局给效力 对面两个尸体 可以拉起来 反手又是扫了 对面的盘斯 雷霆万军 秒不动 这回可是没罗汉 你这回没罗汉 你看这数据 也就那样 也就那样 你要知道你是秒三个单位 你秒一千多 你秒个一千多两千的 你真 是真不行 对面现在化身色压力比较大 全是尸体单位 全是尸体单位 赶紧的活血 再加上这次大概把化身色的活血给削弱了 他恢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强了 所以说恢复起来稍微有点慢 除非每次推雪 他都能推爆 起了明雷诀了 不能又起明雷诀了 那这个明雷诀打残局厉害 打残局 打残局首师厉害 明雷诀 一个守住对面 潘似的尸体 转圈圈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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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女儿村 虽然大伤 在清高速高连清掉了以后 观察会就可以继续换内顶了 普罗山帮忙补灯 帮忙给化身色 缓解压力啊 天宫这边也是继续捕地厅 姐妹童心 再抽地火 没抽着 命雷绝 岁月强凤化身色 不给你活血 你现在就想活 边边不给你活 姐妹童心又没抽着啊 你这姐妹童心命路率差的有点离谱啊 小死亡还是要点盘斯的没挂中 上剧剑 敌天被砸掉 结束就是一把雷 结束就是一把雷 再招地厅 对面也换地厅了 当然对战方换地厅肯定还是以高速为主嘛 他换地厅是为了防止观战方的地厅 观战方也换了一个高速高连 换了一个孩子 紫金城这边就是不断的出地厅 这确实有点曲服那个味道了 又批 盘斯又被批死了 化身色大死亡都没少吸啊 全吸的是盘斯的 身上15回合的一个大死亡 这名类局 可得天宫啊 摩天宫打到现在 唯一亮点就是这个名类局 这是他的唯一亮点 对面果然是高速地厅 你看这个高速地厅的伤害就比较正常嘛 对吧 打到地厅身上能打1000多 这个高速地厅伤害正常的 刚才第一个那个高速地厅伤害就不正常 好像没虚名 就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没虚名 这个高速地厅这伤害多正常 回首 观战方战压对面的女儿村 就还有一半血 就好像弄不死吧 来又打掉一个地厅 雷霆万军 2600出暴龙龟飞掉 雷击 他又没跟 哎 这盘斯 盘斯这活活被劈死的 承担着九天玄雷的一个淬炼 一会给盘斯就淬炼成了金刚不坏雷神体 金刚不坏雷神体 炼亮到他肉身成圣 还又起幻金术了还是房地厅 告诉老脸压一手没出脸 杜杰金身保住一号位 武魂战争给普洞山 横扫清清 这波观战方选择直接杀化身色 化身色身上的这个大死亡 可是有点多的啊 砸了一下 破掉 刚好破掉杜杰金身 对面咒势没少砸观战方的地厅 砸掉好多了 观战万象 攻的还是母的 打的 反弹 别把一号位烦死就行 别的都无所谓 把一号位地厅烦死了 观战方真的要哭了 没反到一号位 把五号位反死了 观战万象 一号位顺利出手 自己别把自己反死就行 这幻灵树 这没个目标啥的 你看 这反弹到自己一下就死了 反弹到自己一下就死掉了 化身色倒地 看带走了一个宝宝 一下都没反弹到自己啊 这个保护自己的意识也有点太强了吧 把场上的单位反弹了一个遍啊 就是反弹不到自己身上 那这样 感觉身快的 有点大事已去的味道了啊 这化身色身上八回合的一个大死亡 对面还有没有养护 他很多养护都是出了这个高速高连了吗 残局继续给效力 不能让对面干出罗汉 不然你这地厅冲不下去啊 今天紫禁神地厅的使用方式 确实是有点渠服的味道 毕竟在打这场比赛的前一天 在群雄逐渡第一赛季的半决赛里边 渠服当面教了紫禁神 怎么去使用地厅 当面给教育了一番 那关家康这边摩天公 又是一把情依二叠触发了 偷龙转动继续 打地虎的蓝高速高连 又没脸 你的高速高连 不会是高速低连吧 怎么这么不爱脸呢 地虎手里没蓝 但现在只要能给对面造成尸体 对面的压力就很大 毕竟他现在没有化身死 你一旦造成尸体了 对面他就恢复不过来 看看这个能不能清掉个宝宝啥呢 批刀五号位 清掉个宝宝 那这就不亏了 能清掉一个宝宝就已经不亏了 秦英二叠 在找地天 在找地天 这高速高连赶紧处理掉嘛 摇个铃铛 踩塔 终于是处理掉了 明雷爵 这是你唯一的亮点 摩天公 你唯一的亮点 就是这个明雷爵 上古灵符 公众的宙师不妥 好难受 明雷爵 以前四又劈死一个 你这 明雷爵没少杀人 他雷霆万剧都没杀过人 明雷爵就杀了 盘斯就杀了三次 换一手 在劈碎面的女儿村 雷霆万军 拖了一下 护盾秒的一千六 万兆万象女儿 要没攻击亭 这点血 你是给谁留着 当然是摩天公了 这点血 这不就给摩天公 留着吗 明雷爵 又劈死一个 对面收宝宝 不玩了 谁说摩天公 没有用的 拉出来 聊一聊 对面是 对面是 确实没有 洋护宝宝了 他们的洋护 就是高速高连 前面出了不少了 没洋护 化身色 他拉不起来 紫金城 紫金城 依靠着一个摩天公 摩天公 绝对功不可摸 当然 最大的功臣 肯定还是地听 这个毋库之一 一定是地听 想来 用孩子来一把 瓷行 但是都是死亡状态 孩子瓷行 也没什么意义 也瓷不起来 守住尸体 吸收 小死亡 再点五双冠 小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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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